再點兩杯新品的話 我們就會送這個 是誰住在深海的大鳳梨裡 四十多年茶飲品牌 首度與國際知名卡通聯名 吸引粉絲手刀搶購 好囉 角色IP聯名在全台掀起風潮 IP指的是智慧財產權 一年至少帶來七百億產值 首要飲品牌瞄準年輕族群市場 希望帶動後疫情時代的餐飲商機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說透過這些聯名 然後去接觸到不同的客群 就是原本可能沒有 不了解我們的品牌 甚至是沒有聽過的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IP的聯名 去接觸到不同的市場 那我們也預計說 透過這個聯名 可以幫助我們的整體的業績 來成長三到四成 31歲執行長賴振兵 是第三代接班 2019年接手後就遇上疫情 因為大宗貨物 尤其我們賣豆漿黃豆這些 從國外進口的 糖啊這些其實紙啊 這些成長成本都高滿多的 在疫情期間 我們其實也推出了很多 居家防疫的一些活動 透過加盟三年內 從攤車拓展到一百零八間店 疫情下逆勢成長 景氣慘淡的這兩年 其他非聯所加盟的餐飲品牌 又有什麼生存之道 舒芙蕾淋上巧克力醬 棉花糖擺盤用金箔點綴 瑞金娜六年前大學才剛畢業 就在西門町開了這間網美餐廳 撐過疫情 現在迎來報復性消費 但他也坦言餐飲業還不到最好的時候 很多的基本勞動力都往其他產業發展了 所以光是人力成本的話 就上漲大概在二十趴左右 還有就是我們很多原物料 都是依賴進口的話 進口它的幅度 漲幅度也是在二十到三十趴 跟以前比餐飲紅利銳減 過去人力便宜 現在人力競價 基本工資已經請不到人 食材上漲 裝潢成本變貴 都拉高 進場門檻 辛苦程度就會比以前高很多 然後你的利潤也是比以往的 還要低上許多的 不建議在現在這個時機進場 今年七月受惠於疫情降溫 國旅補助 暑假旅遊旺季 外食消費增加 七月餐飲業營業額增加到758億 由於去年三級警戒到七月底才結束 今年七月年增幅度高達75.8% 若再扣掉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幅6.8% 還有年增69% 餐飲業似乎雨過天晴 八月的營業額七百八十六億 九月又往下掉到七百三十四億 數字凸顯出餐飲業還沒有那麼穩定 主要也受到通膨影響 民眾消費型態趨向保守 儘管營業額帳面數字有往上 但扣掉物價 人士等成本後 業者的獲利率並沒有等比成長 甚至只能說是勉強打平 比如說我們現在物價很貴 我萊克量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整個看起來就好像很不錯 可是你看要扣掉成本 看這種年增率 我們會有看實質年增率 跟明目的年增率 如果說相關的這個整個的明目值的話 把這個物價加進來的話一定是比去年高很多 但是如果說我們用這種實質的這種年增率來看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高 台經院收集產業問卷後公布的9月服務業營業氣候測驗點是94.02點 比上個月減少2.03點 連兩個月下滑 反映出業者對於景氣仍看壞 旅遊量能和國際觀光客的增加 還有即將到來的尾牙春節旺季 有望帶動餐旅業成長 但金融資產縮水恐怕也影響民眾掏錢意願 未來半年餐飲消費力是否強勢回歸 還要再觀望 TVBS新聞許寬山文號與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